离开了湄公河,我们就一直往山里走了,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稻田 特别美,可惜现在是下雨,天晴的话就更漂亮 在金山脚的最南端,有一个小城 也不能叫小城,叫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非常特殊 因为这个小镇里面所有的人,他们的讲的话全是中文 包括所有的店铺,他们的这一些招牌也都是中文的 在泰国他们被称为小中国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泰国曼谷啊什么呀,其他地方的人 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旅游,来感受一下中国文化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就叫美斯勒 我们现在就告别了湄公河,一路向着山里走啊 到美斯勒这个小山村,那么特殊的一个地方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 很多人说啊,看了我上一期视频说我讲故事感觉是在说书一样啊 行,那喜欢听,那我就继续讲啊 那这个美斯勒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泰国境内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地方全部都讲中文呢 那其实跟上面的那个故事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开始啊,上回书说到 上回书说到李国辉不是打开了这一个金三角独都的潘多拉摩河吗 最后他是被蒋介石叫回了台湾 叫回了台湾,接手他的是谁呢 接手他的就是原来李国辉的顶头上司,叫李弥 李弥官拜国民党陆军中将 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来接替了李国辉的这一个角色 把这支部队就全部都他来控制了 那李国辉就回台湾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李弥了 他接手了李国辉的这一支部队以后呢 那么他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嘛 那当时想着还想反攻呢 还想复兴呢,对吧 然后他们都在岛上,没有办法了 那么在云南边境缅甸这个地方 有那么一支比较能打的队伍 那蒋介石就希望能把这支队伍发展壮大 那李弥在这个地方他就起到这个作用 到处招兵买马 当时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他的兵力达到三万人 然后呢就开始觉得时机成熟了 就开始反攻了 反攻然后到云南那去打了几仗 因为那时候解放军 他觉得缅甸这一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兵力就比较薄弱嘛 然后像李弥这样子就赢了几仗 打了几仗以后呢,解放军意识到了 然后就开始加重兵力了 然后又把李弥给打跑了 那李弥就被解放军 他们这批人又赶回了缅甸嘛 赶回了缅甸那怎么办呢 那就在缅甸继续待着嘛 继续待着 那我继续就是还是贩卖大烟土啊 靠这个来过活 那么作为缅甸方面就在想 这个怎么搞啊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怎么弄啊 然后缅甸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歪招 就去找了印度的雇佣兵 印度为什么会有雇佣兵呢 因为印度那时候不是已经被英国给拿下来了吗 拿下来以后那些印度兵和英国兵 打了很多仗 有非常多的战斗经验 所以的话呢 印度就派出了4000个雇佣兵 这帮人就是确实是比较会打仗的 一旦进来以后 然后和李弥他们这支部队就相遇了 那他们比缅甸军会打多了 然后李弥那时候就想出了一个方式 我不管你印度兵 我接着打你缅甸兵 把你缅甸人全部都干掉以后 那你印度兵没人雇佣你们了 你不就自己回去了吗 然后接着打 那打缅甸兵的同时 印度兵就从后面把他们给截断了 把李弥给截断了 一下子截断以后那就完蛋了 那因为李弥那时候的兵力 你看看虽然还不错 但是他都是最新招兵买马的进来 已经不是原来那么会打的那帮人了 有很多都是新兵了嘛 然后呢 他们主要是靠贩卖大烟土呢 还要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兵力 要拿去收保护费 然后那是过路的贩卖的人 他要问他们抽取佣金 那你这边又要赚钱 这边又要打仗 那就应接不暇了 然后就被那些印度兵给打的 真的是也是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以后就俘虏了 很多很多的李弥的部队 就在这个时候 李弥就想不行了 我们不要收那个保护费了 赶快把那帮兵全部都交回来吧 然后新夜兼程啊 那帮兵就是来支援 就是原来收保护费那帮人 都来现在来支援李弥 到了以后 然后打算和印度兵 好好的打一仗 没想到印度兵缅甸人 非常非常下流 就抓了很多之前的俘虏啊 就让这些俘虏在前面做肉盾 然后还高音喇叭在那个地方叫啊 我要让你们看看 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杀中国人的 你们开枪吧 那你说像李弥这帮中国兵 哪受得了这个屈辱啊 对吧 我们一枪不开 白任战 所有的人亮出刺刀冲上去了 然后和印度兵去对打 就拿着刺刀去刺 互相刺 这一场仗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烈 这个地方叫拉牛山啊 拉牛山是在缅甸 我们今天是没法去的啊 所以我们只是说一下 有这个地点 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么一场战役 然后打起来 那是杀红了眼了 把印度人最后杀的只剩下300个人 300个人而且都俘虏了 都俘虏以后怎么弄呢 按照冠理 国际冠理 俘虏你是不能杀的是吧 但是李弥这支部队已经杀红颜了 不管了 这300个俘虏放在那 放在那 然后看着那个印度兵的那个少校 就是他们的那个军团的头啊 当着他们的面自杀 自杀完以后 把这一帮子所有的印度俘虏 全部跪在中国将士的坟前 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这一帐以后 那李弥就 哇 那个名气啊 真的是大的已经不能再大了 那时候李弥就是 有记者去采访他嘛 他当时就在说 让我做云南王我不敢说 让我做缅甸王 分分钟 只是看我想不想做而已 当时已经牛成这个样子 牛成这个样子呢 那缅甸真的拿他没办法了 我自己打又打不过 我找雇佣兵 印度人来打 还是吃了个败仗 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想出一张 我到联合国局控诉 哎呦 那个声泪俱下呀 在那个地方 哎呀 这帮人啊 怎么来把欺负我们呀 你看我们活 真的在随生活中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个时候呢 那么作为美国 他是 其实是想渗透亚洲的嘛 觉得缅甸 你也刚成的一个小国家 我也不能把你丢掉 我想想看怎么办呢 我就跟老蒋去谈吧 然后美国人就跟蒋介石去谈了 意思就是说 你呢 这支部队放在这呢 意义也不大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么个状况 也已经是属于大势已去 是吧 现在缅甸在那儿跳啊 我也很难办 你看看能不能撤军 然后蒋介石那时候就去找李密谈了嘛 就说那怎么办呢 那要不我们就撤军吧 那回台湾吧 回来吧 那这时候李密就回到 回到部队里就跟所有的人说 那么我们打算撤退了 撤退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走 愿意跟我走的你们就跟着我一块走 这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叫段锡文 段锡文也是属于陆军少将啊 是属于李密下面的一个德力干将 段锡文 你如果今天我们到了美斯勒 你去问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段锡文将军 因为美斯勒能够变成现在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跟段锡文是分不开的 当时段锡文就跳出来了 段锡文本身就是云南人嘛 然后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时招了很多都是云南的缅甸的当地人 他们不一定都愿意跟你走 我们来问一问 你愿意走的跟着你李密走 不愿意走的跟着我段锡文一起留在这里 我段锡文只要有一个兄弟在这里 我就绝对不会去台湾 那时候就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大概是有两三千人留在了缅甸 然后大部分人都去了台湾 说着说着我们就开到美斯勒了 美斯勒这里的这个上山的路 这是条小路啊 它也有大路 但这条小路近一点 这条小路真的开的是心惊胆战啊 等我到了以后再慢慢给你们讲下去 讲段锡文的故事啊 沿着这个小路开上来 你看看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孩子了 村子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村子 爬过这个山头就应该到美斯勒的那个镇上了 哎呀终于从这个小山路里开出来了 开到大路上了 路边上你看看这种背着这种小竹楼的 基本上都是阿卡族啊 都是阿卡族的人 你看开始进入美斯勒的范围了 都是中文了 民宿 叫林福恩民宿 红灯笼啊什么都开始挂着了 门帘是吧 对帘都有了 开始 哎呦一路开过来 他们中心啊 最大的一个商场就是7-11啊 这个地方 原来这个地方很宽的 你们如果看过以前视频知道 这个旁边都还有护栏啊什么的 你看现在这么大个塌方了 哇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我们从这里开过去 我先去找个餐厅去吃个饭 哎呦车停好了 这个路啊 这样 哎呦走都走不过去 找到一个餐厅 这家餐厅之前也来吃过 他的那个馒头做的特别好吃 哎呀都是阿卡族的这种少数民族了啊 坐哪里 到美斯勒啊 真的是感觉像回家一样 中文呢也通了 来嘛也来了无数趟了 就今天这么多人给大家讲起故事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啊就这里吧 来看看菜 大概现在是泰国的长假 来的都是泰国来不留的人 所以可能把我们也当泰国人了 拿了个泰文菜单来给我们 没事还好啊 我们家有妞妞认识菜文菜单是吧 点了 菜上来了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空心菜啊 这不是空心菜 这个叫什么南瓜藤是吧 注意力都在这儿 大肘子 然后那边啊 你看我们的馒头六个 啊黄的紫的白的 每种买两个是吧 黄的是南瓜好像 每个是紫薯 然后白的这个就是白馒头 然后拿着这个馒头 包着这个肉 包着这个大肘子 不要太好吃了 吃的我故事啊 不想讲 说完再说 到酒店里待上来再慢慢来 给你们讲 我不想 这看到哪瘦得了啊 这个东西 看看啊 来再放块肥的 哎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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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鸡是真的心心念念的 他们的这个鸡 真好吃 还有这个叫麻婆豆腐 这个麻婆豆腐做的一点都不正宗 云南麻婆豆腐 咔嚓 好 咔嚓 咔嚓 宝贝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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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